昨天淡水关怀弱势协会 特别选在淡水油车里停车场 举办寒冬送暖温馨围参会 创会理事长同时也是市议员的蔡景贤 更是捐出了60多万元的选举补助金 要帮助弱势 另外国域开发公司所捐的100万元 帮助现场近700户的弱势家庭 席开106桌 大家一起围炉 再过两个星期就训农历新年 而为了要让淡水与北海岸的地区居民 弱势家庭能够有一个温暖的新年度过 淡水关怀弱势协会在昨天20号 当天特别选在淡水油车里停车场 举办了寒冬送暖温馨围参会 创会理事长更捐出了60多万元的选票补助款 以及国域开发公司所捐的100万元 要来帮助现场将近有700户的弱势家庭 席开106桌 要大家一起围炉 在我地匙路在这里需要帮忙的人 共同道人来吃饭 让他们感觉很温馨 很温暖 所以我们今天围炉 会扮演一些物资 和一些红包 让他们去夾年加菜 所以今天让大家来这里 来大家温馨 夾一天夾一年 今年那六十几万元 我说拿来这里 我驾驶我这里 让大家来收拾 或许连我辛苦 我拿来那些钱 让大家享用 让大家来收拾 所以在这里 感谢大家 大家自动团队的关怀 关怀洛事协会的创会理事长 蔡景贤表示去年议员选举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或者帮助洛事 特别将得到的两万多张的选票 一张三十元的选举补助款 共有六十六万两千八百八十元 投入公益活动 借此希望可以帮助弱势家庭 过一个好年 而这次活动提供 一准一减爱心一物 并且发放证基金 还有爱心米 要来帮助民众感受社会的温暖 这个下回 从九十六年就成立到 是蔡議員创立的 这几年来 十一年来 都给我们关心弱势的团体 每年三节都办这些活动 一百零三年 扩大到我们三支 我们石门 我们巴黎地区的弱势朋友 都来办这样的一个活动 包括预检 预诊 罚办白米 赠救济金等等的 我想做好事不弱人 新本市副市长谢震达更到场 并且表示感谢协会所有成员 以您发挥的爱心 无论是春节 端午节 或者是中秋节 都会举办关怀活动 造福弱势族群 充分地发挥 人积几积 人力几积的精神 让有需求的民众 可以及时获得照顾与服务 期盼这样的爱心 能够持续的下去 让更多的弱势族群 可以得到照顾以及关怀 记得许多安逸 在学书上的报道